欢迎收听科技岛Podcast 这是由1111人力银行为了推广科技产业 新辟的Apple Podcast渠道 希望可以邀请到各界的专家学者 教授和意见领袖以及企业们 透过时事议题的探讨或者是个人的经验分享 让大家更了解相关的尖端技术 甚至投身在产业里 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单集主题是 记忆题结冻2023南亚科先蹲后跳 邀请到的是谁待会就要解答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颖柔 我是鼎丽 好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是邀请来这个南亚科 那因为其实我们最近也是看到 不管是从去年开始啊 整体的这个科技业 有一点点这个寒风扑面而来的感觉 有点动荡 现在好像美国裁员的风潮 还没有停歇 一家接着一家 会不会受到遗伤呢 对但是这个议题是比较敏感啦 我们还是从一些比较这个产业的趋势来这个切入啦 那因为大家也知道说 南亚科其实是专注在我们这个D-RAM 这个记忆体的这一段啦 那我们也想知道说 其实在今年看起来的话 整体的一个展望如何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直接先邀请到我们今天这个大来宾了 也就是我们南亚科的副总经理吴志祥 欢迎副总 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 我们公司以及产业的状况 是那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副总的背景 他本身当然是本科毕业的 是台湾大学材料工程学研究所硕士毕业 他曾经担任南亚科技行销一处的处长 圣福电子公司的总经理 以及南亚科技企划级行政管理协理 那么现在呢就是南亚科技企划级行政管理的副总经理 对副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现在已经很丰富了 谢谢谢谢那么好的介绍 副总我还是简单请教一下 那主要的话现在在南亚科的话 业务范畴主要是哪一些 我主要是等于是整个公司的幕僚相关的业务 就是跟营运所有的相关 对包括企划包括财务包括人力资源 包括工业工程相关的 哇这样就是一把抓 也没有也没有主要是辅导公司 整个经营团队还有总经理 这样子能够掌握整个最新的状况 能够帮过公司做最好的决策 理解理解 刚刚那个副总有跟我们聊到说 今天好像算是比较难得就是出现在这个萤幕面前 是是是 所以很开心啦 可以跟有这个机会跟副总聊一聊 但我觉得一开始的话 我们还是想要来聊一下这个 因为我相信因为像我跟尹柔毕竟就是这个文族传播这个畜生的 那我相信很多这个乐听众他们对D-REN这一款就算是理工科可能不是到说非常理解啦 所以我想说一开始是不是也请副总来帮我们简单讲一下 就是D-REN这个东西它在这个半导体啊 以及说它现在在现在这种5G AI时代的话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基本上 D-REN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重要的零组件 那南亚科技 大概从1995年开始 就一直专注在这个D-REN这个产品 那随着这个智慧时代的来临 那这个D-REN其实应用越来越广泛 那目前主要在伺服器智慧手机电脑或各种消费型的应用 那随着这个AI大数据 或者是IoT或者将来的自驾车 只要越智慧化的一些应用 事实上需要这个D-REN的量就越多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D-REN的位元 它的成长大概每年还可以维持15到20% 那这也是我们公司为什么一直坚持在这个产业上 持续的研发持续的投资 那目前南亚科技是全世界 大概第四大的D-REN品牌跟制造的公司 理解理解 简单来说D-REN它其实可以算是说 我们未来这个数位时代里面的一个关键的元件 是的 OK OK 所以而且我听到15%到20% 这个算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成长 是代表说它的需求持续的扩大当中 对因为像如果你使用手机的话 那你一定会看你手机里面需要记忆体的规格 比如说从4G到5G 它需要更快的传输速度 或者更快的影像 对 那这样子的话它需要更多的运算 那D-REN就是辅助整个运算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零组件 理解理解理解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这个南亚科的话 主要就是在D-REN的不管是从研发设计到制造的销售 等于说是一条龙都把它包起来 是的我们等于就是一个IDM的公司 要把从设计端到最后销售端全部整合起来 理解理解 好那这边就想要来直接跟副总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D-REN它其实从去年开始 可能在前两年这个疫情期间 有一个这个很很高幅度的这个成长性 但是去年的话是遇到了一些波动 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其实整体的这个产业 还是有一些这个去库存的一个状况 那怎么看出2023年的这个D-REN的产业 我想这一波的不景气 主要是从需求面来的 需求的减少 那整个D-REN这些年 其实已经慢慢整合成少数几家公司 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产品 不管是制造还是产品的这个销售 那所以在生产端其实是蛮有纪律或者是节制 都按照需求来安排生产或者销售 那我想从去年开始 因为厄务战争 然后中国又疫情封控 然后再加上欧美的高通膨 然后又高升息 所以造成的需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就产生了不平衡 那目前看起来短期 其实是供过于求的现象 也会造成价格下跌 或是销售比较困难 但是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 其实整个D-REN的需求还是持续成长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那长期只要这个社会越进步 其实需要D-REN还是持续会增加 理解理解 因为其实好像在D-REN这块的话 它也算是一个比较景气波动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比较标准化的产品 虽然它的应用现在越来越广泛 它基本上还是一个有一个标准规格 制定下的一个半导体的产品 理解理解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一些功课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像一些知名的这个D-REN大厂 像三星这边 其实大家都有做一些这个 比较常出现到是一些产能上面的一个调整 那甚至说业界还有传说 他们其实有一些这个D-REN生产线 又开始做什么CMOS影像感测器 那一块做一些调配 那我们也好奇说 那如果在应应这样子一个去库存 以及说这个需求上面的一个状况的调整的话 南亚科是怎么来做应应 通常这个产业产生供需不平衡 尤其是供过于求的时候 第一步可以做的就是削减资本支出 因为这个产业需要很大的一个投资 所以每一年每一家公司 为了要因应未来的需求 所以都会做很大的这个资本上面的支出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这一波的不景气 其实主要的公司大概都或多或少 对外宣布 他们有一些资本支出的削减的计划 或是延迟的计划 那南亚科技也不例外 那这是第一步我们可以做的 那另外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是说 在产品线的调整 因为其实现在的应用多元 那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这个需求端 它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我们的产品线 跟我们的客户端 能够做一个比较最佳的调整 那最后不得已 才可能会去调节产能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才是有一个优先次序的 是的 是的 理解理解 那副总 因为外界普遍认为说 今年的这个经济算是温和衰退的一个状况 是 有部分人会认为说 其实在下半年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翻转 所以今年有点是这个先蹲后跳态势 您怎么看呢 我想因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其实这个低润的价格跟需求 其实下滑的非常快 那我们看到第一季 甚至到第二季 其实这个景气的状况 还是不是怎么很好 就是需求还是没有起来 但是随着中国的解封 或者是一些库存的消化 那我们其实对中长期还是比较乐观 那至于说时间点其实很难拿捏 那只是现在市场 市场上普遍认为 可能需求下半年会慢慢复苏 这样子 嗯嗯嗯 理解理解 所以代表说 其实现在这个理工人才求职者 如果对这行业还是很有兴趣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好时机啦 当然是从长期这个直来发展的话 这还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那刚副总有讲到说 目前是第四大 全球第四大做DRAP的厂商 是的 那有没有下一步要怎么样 有没有计划持续来创造竞争优势呢 我想这是每一个公司它必须要面对的很重要的课题啦 那南亚科技当然在这个低润行业其实受到景气的波动 所以我想第一个是财务要很健全 那尤其我们南亚科技几乎是台数集团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员 那台数集团持股大概有超过六成 所以财务还有经营的稳健 其实是第一步 那第二再来就是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产品跟市场尽量多元化 当景气波动的时候呢 我们的应变能力比较好 但是回到根本还是在技术的掌握 因为其实半导体就是每一年都要有成长 尤其是在技术上面 尤其是这个技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南亚科技从五六年前我们就决定在10奈米 这样子的先端技术上我们就要自己来开发 那目前都已经有一些成果 比如说10奈米的第一代产品 我们今年可以进入到量产 那第二代产品其实我们已经在市产阶段 其实目前的进度都很顺利 那有了技术有了产品那当然就是要投资 那这个我们在去年六月份有对外宣布 总统也有力领我们的动土典礼 那我们是在我们现有的这个工厂旁边 我们要新建一座先进的这个十二寸的晶圆厂 那预计大概总投资大概会有三千亿 那这样子就会带来新的营收跟新的就业机会 那营收大概可以增加大概七八百亿 那我们的就业机会 我们目前预估大概也有两千到三千位 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对人力的需求还是很迫切的 嗯了解所以我们目前是动土典礼开始 所以预计大概是2025还是说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目前大概整个营建的过程需要大概三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在2025年 我们会开始要有逐步的设备的导入跟小量的生产 嗯OK看起来整体来说就是产业趋势看好了 所以就是投资的这个脚步不能够放缓 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现有的工厂 我们也要持续升级到10奈米的技术 然后进入到量产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会持续在投资 OK理解理解 那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整体的一个产业趋势 以及说那样可它未来的一些布局跟竞争优势 那其实我认为说现在很多的这个 不管是外界或是投资人或是很多报告 他们会非常专注一点 其实就是在所谓ESG这一块 对那所以在ESG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看到南亚科也还蛮 他直接就是定了一个核心的关键字 创新人才跟律师 就是我觉得这个算是还蛮有趣的 是不是也请副总来跟我们分享 我想公司永续发展是越来越重要了 那以往大家只注重经济发展 比如我们刚刚谈的大概都是经济面 那实际上在环境保护或者是社会共融 其实公司都有很大的义务 可以尽一些力气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是说 南亚科技从永续的这个角度 我们必须要兼顾所有利害关系人的议题 那我们把它聚焦到我们能够发展的轴心 我们觉得是在创新 在人才 还有在绿色 那尤其是绿色的产品跟生产 那以我们的产品到客户端 它是持续要消耗电力的 它才能够运作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生产很省电的产品 那事实上对我们的客户 或对我们的地球都有很好的帮助 那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 我们现在的这个20奈米的技术为主的话 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卖给客户 比上一个世代30奈米 我们一年大概可以帮客户节省超过7亿度的电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就是经由创新 经由这个研发 能够带来的效益 那同样在生产的过程里面 还是需要很多的电力 那很需要的水 那这些都是稀缺的资源 那所以我们也不断的 在绿色生产上面 我们会持续精进 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绿色标章的工厂 那我们不管在这整个节能上面 我们过去几年累计超过6000万度的电 节省下来 那这个可能将近有70几到80座 大安森林公园每年能够吸碳的这个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实际上 如何去落实环境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步骤 如果我们从水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现在当然一年 我们要用的水的量是蛮大的 但是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些 水设备的投资跟回收的效率 那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回收率到90%以上 那就等于一滴水 我们可以使用 按照计算可以使用 比如说超过4次的循环 那这样子也可以降低 我们对整体水的需求使用量 但是这些节省的背后 它是不是就代表说 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开发成本 那当然 所以我就说不是以经济发展 或是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的考量 这个是永续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你也要兼顾到我们社会上其他的关系人 你利用了这些资源 你当然你也必须要平衡的考虑你的投资 还有这些利害关系人的观感 或是他们实际受到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些观念 才会让我们这个整个地球能够永续 我想这个是大概每一个公司都必须要尽的责任 确实啊 就是等于说在整体未来的这个经营策略上面的话 他都必须要考虑进去一环 那刚刚副总特别提到的是在绿色这一段 那创新跟人才端呢 我想创新刚刚有跟主持人提到 就是我们必须要持续的每一个世代往前走 那当然是要代价 我们现在乃雅科技一年的研发经费 大概将近80亿台币 那我们总共的员工总数 现在大概3600人 其中有1000人是跟研发活动相关 所以这个比重是相当高的 所以这个很大的很大的commitment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主持人报告 就是说我们确实很难得 就是台湾靠自己的力量 去做这个先进低润技术的开发 那并且能够导入到量产 等于说就不受制于国外的厂商 那这个其实是也值得蛮值得骄傲的事 就在创新上面 那另外比如说我们在导入AI的应用 那因为这个高度自动化的工厂 有大量的数据 那我们过去几年 也培育了超过400位的 就是有这个AI Domain这样的人才 那也每一年 大概可以创造3亿以上 3亿元台币的效益 那大概导入的应用现在 已经超过80项了 所以这些都是在创新里面一点一滴 那如果说这些创新出来的成果 我们倒变成智慧财产权权嘛 对其实南雅科技目前的专利 总数将近6000件 其实上我们在去年上半年 我们在国内申请的件数 其实是第二名 所以等于我们对这方面是越来越重视 是是是 那所以最后一贯就是在这个人才的部分 对我想人才是重中之重 我想你所有公司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才 对 所以人才基本上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 就是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比较竞争力的 不管是薪资待遇啊 或职场的环境来吸引人才嘛 所以第一个招募 那也是今天我想这个人力银行帮忙很多啦 那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些人才能够培育到公司需要好用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有整体的一个人才培育的计划 那我们这个计划其实也受到我想一些评鉴机构的肯定 那南雅科技在过去两三年我们得到国家人才发展奖 那我们在这个劳动部这个TTQS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体系或人才发展体系的一个认证上 我们连续三度都得到金牌奖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整体的一个训练的体系是受到客观的肯定 那这样就怎么样把这些人留住能够失财失所 所以从整个人才的发展上面我们可能是掌握了四个主轴啦 第一个就是一个人进来一个人才进来或是一个新人进来的话 他必须要具备一个核心的能力 包括了解公司的文化了解公司的需要 那他成长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很多专业职能的训练 那在接下来他可能慢慢会接触到组织管理或是专案管理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组织才能 那最后就是每一个人要根据他的专场或是他的个性去做直来的发展 所以这四个部分就是必须我们公司要有一个很完整的规划 那这样子才能够让每一个进来的同仁能够安心工作 OK刚副总帮我们提到很多关于人才部分 刚好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集的主题 专门就要聊 对专门就要聊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在这一集刚好也听到蛮多这些副总跟我们分享 不管是在产业的趋势层面 或是整个南亚科 他未来的一些相关的布局跟愿景的状况 那当然还有提到我们这个ESG的一个状况 好那所以这个这一集我们就非常的谢谢副总的力临了 请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我们下一集就是针对 到底南亚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做切入跟着手 OK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呢 邀请到南亚科吴副总 我们的这一集的Podcast 大家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拜拜